大家好,我们是第11组 今天我们要向大家介绍 AUDIS公司的分析报告 首先想了解AUDIS公司 那就要先了解它在的国家 巴西的背景 那巴西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国家 人口2.1亿居世界第五 目前处于电子交易起步的阶段 以及网路连接度居世界排名第四高 有上益的网路使用人口 有无限的商机 那这是巴西的买家与卖家分布图 我们发现到 卖家主要分布于东南方的大都会区 买家者普遍分布于有较多人居住的东半部 AUDIS是巴西前几大的百货商店 以电子商务平台的形式经营 主要有物流、买家及卖家三者平衡 他们不购买、存放任何的商品 不负责运输 而这份数据包含了 2016年到2018年进行的10万多笔订单记录 接下来我们要说明一下我们的分析切入点 我们认为消费者会在意的点 包括价格是否划算 卖家的品质是否良好 以及是否即时到货 那我们究竟该如何找出这些问题呢 那我们依据电商的特色观察出适合的行销方式 在经由数据分析提出适合的营运建议 营运建议包括 重视顾客评价、快速物流 保证卖家品质、提供优惠折扣 以及产品类别集群分析 接下来我们将进入第一个分析重点 顾客评价 我们可以发现有超过半数的订单 机会五星的高分 而整体平均的分数落在4.07的分数 观察订单投递的状况 以下的这张长条图我们可以发现 尚未投递成功的订单 大多给予 叛价最低分的评价 我们发现 平均物流整体签数为12.4天 接着我们把运送时间和评分关系视觉化 顾客评分与物流时长成反比 其中评分1的订单所需 平均物流签数高达14天 超过平均的12天 因此我们得到两个 会影响顾客评分的原因 订单投递状态以及物流市场 再来我们去观察顾客评论和留言之间的关系 我们可以发现 评分为1和2的订单顾客评论几率较高 再来我们去观察 评分小于3的订单 顾客多视留言什么样的内容 大多数的结果作为 未收到产品 产品未交付或未到 或部分的显示交货因子 因此对于顾客评价 我们做了一个小结 订单投递递 而物流时长都是会导致顾客 给出低分评价的原因 给低评分和评论几率呈正相关 我们认为不愉快的购物经验 会使买家有更高的机会留下评论 因此卖家应针对留言内容进行检讨 接下来进行到物流分析的部分 我们首先将整体的时间切成三个区段 根据左边这张图 为应收前15的整体出货时间 与右边应收到处前15的图去做比对 我们可以发现T3时间皆为最大 而且整体而言 各屋从下单到周遭后的时间都偏长 其中又以Office Finiture 推测为显著 推测可能是因为它要订作的原因 在这两寸而低的产业类别 平均物流时长较短 实际大多是体系小占价低的日常用品 那我们可以推测说 物流不是造成销货而差异的主要因素 再来我们去观察物流时间高于 平均且评分小于等于3的订单 发生地区与次数 我们可以发现比例较高 几率被品位不良卖家的产品类别 皆是性质以礼物为主 像是手表类的比较 因此我们推论 送礼是有时间性质的一个活动 因此只要礼品类型有被延误到 通常都会直接影响 电脚的评论以及受到开评 最后我们也建议 平台可以缩短物流时间 给顾客带来更好的购物体验 针对物流及评分不佳的卖家 予以警告并限期改善 那最后也提供顾客较高价的运费选项 来提升较高的运输小率 接下来进入到第三个分析方向 设定保证卖家 在进入保证卖家之前 我们先进行厂商分析 而且厂商的主要贩售商品类型 以及通过什么管道进入OLIS平台 健康保健和家室品类 皆呈现高比例成长 增加的厂商类别 都是提升生活品质相关的非必需品 像是汽车配件 美妆保健和家室等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 同用品类别也在稳定成长中 建议平台能够接触更多 与同物类别相关的厂商 第二部分是厂商来源的分析 在图中可以看到 厂商进入OLIS平台的通路 自然搜寻占最多 第二则是付费搜寻 而从厂商来源比例的时间分布图 可以观察到 自然搜寻通路的比重在 18年1月到5月都稳定在高比例 代表OLIS不需要花费太多的广告预算 用户仍会通过自然搜寻的管道进入网站 2018年初 社群媒体管道的比例有增加的趋势 建议着重在社群媒体的推广 让厂商透过社群媒体进入网站 也许可以减少付费搜寻的预算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 调选保证卖家 为了给予消费者更好的消费体验 我们家卖家的评论总分 总订单数量和出货效率 当作衡量卖家表现的指标 综合三项指标 选出前1%的卖家 作为绩效优良的保证卖家 透过推广保证卖家 可以提供消费者在挑选厂商时 较有保障的依据 也能促使卖家提升其服务品质的效率 接下来进入第4个分析方向 折扣优惠 首先我们先利用热途来分析 Allis平台上销量较差的产品类别 并找出这些商品类别 在哪些时间点的销售情况相似 热途第一个部分为 销售情况最差的产品品类 那都是非必需品 低单价且体积小 像是派对用品或是手工品等 第二部分销售情况中等 一样是非必需品 但价格比第一类高 体积也比较大 像是行李箱、音箱和电脑 第3类则是价格较贵的日用品 这是家电、鞋子、厨房用品 和前两类相比 它们的销售料相对较高 针对这三类品项 我们有不同的行销建议 第一类商品适合在特定节日 利用与节日相关的产品进行促销 而第二和第三类产品适合举行 促销活动的时间点在年底年初或是年中暑假 接下来进入产品类别集群分析 这个部分我们使用的是K-means集群分析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下面这张图 视觉化K-means的分群结果 先来看红色面积的部分 此类的销量、商品多用性 以及赚取的利用皆较高 有客制化家具、电器产品及保全装置 此类商品若能提供道府安装服务 再搭配多件电器的组合活动 不仅能减少分批购买电器所造成的人力组装成本 也能增加销售量 再来看到紫色面积的区域 出货延迟率高为主要的特性 此类商品皆为季节性商品 包含了海边服饰、圣诞节商品 我们给的建议是必须改善物流速度 所以预先在捷径前几周 订定预购优惠价 给厂商更充分的制作时间 接下来看到黄色区域 此类的运费利润较低 运送速度较快 这种商品大多数为生活娱乐类别 因为商品利润低的特性 我们应增加销售数量 以量支架 所以建议可以搭配以多件优惠 增加营收的部分 最后一个是绿色面积的部分 这类的运费较低但运送速度快 商品种类大多数为日常生活用品 像是尿裤、卫生等民生用品 销售建议是不时提供运费优惠 再来可以搭配提供试用品 使顾客购买符合自己使用习惯 也能降低顾客评分低的情况 经过了以上几个面向的分析后 最后我们来做个总结 第一 Alist订单的顾客评价分数大多偏高 而付评的内容则公示为抱怨未收到产品 因此物流的部分需要加强管理 同时建议公司能提供运费加价的快递服务 审项给顾客 以满足客人需求以及提升网站使用感 第二 厂商多半经由自然搜寻找到Alist 建议可以加强社群媒体的推广 以应用潮流及趋势 第三 为提高Alist的销售额 我们想出了筛选出优良卖家予以标记 以及各种优惠促销的行销策略 其中包含季节性针对销量差 但销售情况相似的产品 进行合并促销 以及利用集群分析 得知产品分群 针对不同分群提出相应的行销办法 以上就是我们第11组的Alist公司分析报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